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详细的过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重要 币圈的骗局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给大家讲一下注册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这边有兴趣 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如果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我们打开一下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支持手机 支持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 然后我们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还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盲盒 最高的话是6万块钱的数字盲盒 只要你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这边都会有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个 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这边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分为买币 然后发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繁琐 非常非常的多 对我们新手朋友非常不友好 但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去操作 那就很方便了 手机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手机目前分为是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鼠标放到这边 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提示被拦截 被封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或者是呢 你这边还可以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然后打开之后360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大家都懂了 它这边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是哪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苹果英文商店 这个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看一下这边右上角 这个账号不能是中国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你这边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会有这么多的账号 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非常便宜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现在是假设我登录的是我自己的大陆的ID 那我们就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我们这个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直接输入这个OKX 这一个就是它的APP 这边写的OEOKX 然后是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是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安卓这边也是没问题 已经是下载过了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好 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OE的账号 然后选择左上角 选择这边 好身份认证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会有一二三 这三个 一二三 建议大家认证到这个视频认证就可以 因为视频认证的话额度比较高一点 提现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这边 能绑定的 大家都绑定上就可以了 好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这边的添加就可以了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添加的话 这边添加的话会有银行卡支付宝 还有微信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就不要再用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 好了 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一下下一个 第四个什么是USDT 怎么样购买USDT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 假设你这边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比如你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我想直接 我去买这些 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购买USDT 好了 我们先回到我们这边的首页 然后选择这边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看到有一个买币 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RC交易 它是你自己可以筛选商家 但是这个买币 你这边 它是随机的给你匹配的 非常危险 我们选择这个CRC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在这边选择CNY 然后呢我们点击筛选 我这边选择一下银行卡 好 输入我这边 我想买一万 好 非常多的商家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要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交量和它的完成率 越高越好 假设这边有一个叫东方蜘蛛的 我们看一下它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去看哪里呢 看它的这边 成为商家的时间 越长 越好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交单数 还有成交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去看它成为商家的时间 时间是越长越好 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它 近期的成交单数有没有问题 越多越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假设我这边买一万块钱的 我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选择下一步 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是安全的 卖家这边可能会发一些要求 让我们验证一下 然后配合配合它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绑定了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假设这个就是我的明细了 比如说我买烟买酒逛超市点外卖 我把这张图给它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不干净的钱 它们都是那种一万两万三万五万 非常大金额 但是我们正常的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好 如果卖家感觉没有问题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银行卡号给我们 然后呢 假设我们要买多少钱的 然后给这张卡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 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转账的时候呢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像什么投资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备注这些信息 好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就会到账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 资金账户里面有100个交易账户里面 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选择USDT 然后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我们刷新一下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交易账户现在是有钱的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新手朋友可能有点看不懂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这个1842是当前这个ETH 是当前这个ETH的这个价格 1842那可能会有朋友说了 我不想买这个ETH买这个以太坊 我想买比特币 那怎么买呢 在这边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了 它叫做非小号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不能输入比特币 要输入BTC 以太坊呢 我们输入ETH 那我想买这个狗狗币 非常可爱 我买我输入DOGE 好 我们输入点击这边ETH 输入DOGE 选择这边的BB 选择这个BB 然后选择第一个 好 大家看见没有变成0.07 狗狗币的价格了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第三个市价委托 为什么呢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的速度快 好 我们把这个狗狗币再改回来改成ETH 这边有一个ETH 这边有一个ETH 好选择市价委托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箭头 我们把它拉满 这样的话 我有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买入ETH 然后价格是1842 USDT 然后呢 假设我们现在买完了 我想卖出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和刚才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给他再拉满 选择卖出就行了 我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赚的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842 那我们卖的时候可能涨到了1942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 那现在我想把我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操作呢 好 我们选择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放到资金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好 资金账户有钱了 然后交易账户现在是没有钱的 好 我们回到首页 选择这边的 左上角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边点击出售 然后这边选择筛选 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和刚才一样 要找那种可靠的商家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1万多的 好 像这种商家才半年的 我们就不要找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加可靠的 这边 这个人 可以 老商家已经一年半了 然后成交单数也非常多 完成率也非常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点击这边的出售 然后这边我选择最大 好 选择完成之后 我点击零手续费 卖出USDT就可以了 当我选择这个零手续费 卖出之后 他就会往我的银行卡里面 打过来700块钱 等我收到了这700块钱之后 我再把我这100个USDT 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1842买 1942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促进了一个全过程 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大家有问题 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务必最新消息于旧市 务必到目前真为如何 拍币已确认12月上主网 拍币主页更新 开创人尼古拉斯公布 千万矿工行将到来 中兴团队将很快发布停产 还是增产的决议 最为欣喜的是 中兴团队将发布 拍币上线主网的计划 拍币一旦上线主网 将是具有自己独立公链的 全新的区块链 拍币又叫拍币 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依据中国群众银行等部门 发布的通知 公告 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现 不具有法常性和志愿性 等货币属性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位置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 在市场下凝止使用 公民投资和交易虚拟货币 不受法律为估 阅读 1485 区块链数字钱包 国际哪些中央支持 PAB支付 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平台 说支持拍币支付 网上说的拍支付 基本大多只是为了蹭恶毒 关于全球异货市场 目前世界知名的异货市场 美国的有亚马区 中国的有阿里巴巴 但他们都具有一个独自的效果 那就是遭到了国际限制 比如在中国 假定不翻墙的话 你很难上亚马逊自在货币 而拍 就是要突破这种国际限制 让全球异货变得愈加实质 想必各位曾经体验到了 往常一切的拍矿工 即使属于不同的国度 也都可以自在地 在拍软件上聊天交流 这在微信或推特上 是遭到限制的 在拍软件上自在地交流 并且还可以快速输均的传输派币 这就为今后 拍的全球异货打下了基础 这就是拍的全球异货市场手段 关于全球支付系统 今后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支付系统 将会成为主流 派利派币 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打造 可在手机上挖矿的虚拟货币 挖派币的方式十分融杂 需求派币就能收费挖矿 警觉 币圈的APPA局部是靠海外 ID才干在手机运用市场下载 借用他人的 ID可以会上传自己手机内的文件 这些虚拟货币 在运用进程中 也可以上传用户隐私音讯 让用户隐私在网络世界里农分 一拍币等于几群中币 什么什么是拍币 一拍币等于93.86美元 等于639.85群中币 每东买卖所股市价钱 一拍币等于0.03507群中币 虚拟货币买卖所虚实价钱 拍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最大供应量 21亿总供应量 15亿6154万 6868名质量 9亿1200 22万671 第二拍币 除拍币 在江苏城有那些异货地方没有 全球拍币专属买卖平台 Pysha曾经上线 用户可前往官方网站 出售或收买拍币 拍币需求用智能手机挖矿 软件无需常态 对手机功用无任何影响 是一种收费挖矿货币 拍币是相似于比特币的一种加密的虚拟货币 它是由由斯坦福大学 不是团队开创的社交区块链项目 拍币精细可以买卖的时间是无法肯定的 由于只需被买卖所选择才干末尾终止买卖 拍币未来的展开和其他公共区块链一样 可以允许外部 外部钱包持有和买卖 而且拍乃托正在树立一个点对点市场 一届的会员将能够直接用拍币置办商品和销 拍手往常可以抑或了吗能 依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现 2022年拍手可以抑或了 拍币曾经在交易所上市 拍币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也可以转换为法币禁止 抑或即抑或交易 是指在买卖双方之间 终止的货物或劳务等值或基本等值的直接交 不触及现金的收负 也没有第三者接入 在采用异货方式交易时 买卖双方当事人以一份异货合同 肯定交易商品的价值 拍币一年后能值几一枚除了比特币 什么币最值钱1.2021年底 拍币的价钱约为88群重币 换算成美元约为14美元 但是依据司法部2018年下半年的检测 拍币属于传销币物种 2.币可以值7008.59万群重币 一辆币值0.033群重币 7日24小时最廉价0.041596人民币 24小时最廉价0.03315人民币 2022年 拍币总市值抵达708.59万元 拍币 T&E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团队建造 3.15000美元 技术创新包括 去年全球首个支持LMA的原生多链 比特币2021人民币几钱 目前 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其价钱翻了许多倍 4.原油如下 3360区块链式风口 5.5 拍的实际价值能够在120到150美元之间 接近200美元 6.中国的一些人推测 拍币能够在0.5到20元之间 而开拓商宣称会运营到每币200美元 约合1400人民币 所以拍币锁仓25%到50是一 拍币实质上是一种传销币 拍币将在2022年中上线交易 拍币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打造 自身拍币是不合法 拍币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依据2022年6月27日最新英识 大约估量似乎能够就是一脚前一颗 拍币2022年能易获相关资料 拍币准备要列入币安交易 所以银行不会对接拍币 拍在开拍上 1992年比往常2022年 作为其基于2022年3月公布的奖励发放公式的月度调整的一局务 拍币只需是商家都是可以易获的 拍币的收益周期是一年 拍币就可以内转交易换钱 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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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肯定比特币值钱 一拍币等于1400元人民哦 在2022年4月1日后 开拓的社交裂变的挖矿 比特币往常的挖矿 利息庞大 拍币就可以内转交易 拍币实质上就是一个团交易 但是就是未来的话 拍币也不会太大变化 拍币上交易所后终究值几千 大约在2022年中 由于银行对接拍币是假的 拍币火泵展开 是有它天时天时人和 拍币2022年能异火 拍拍币的价值 尼古拉斯拍币 本质上就是一个传销币 拍币拍一 而开拓者宣称 要运作到一个币200美元 并且假定拍币 真的如宣扬所说 能值100美元 依照拍币往常2000万用户来说 在2022年中 拍币已经在交易所上市 拍币2022年所创 是你往常的两倍市益 拍拍币的价值是 IBM公司更深的来 依据数字模型举行及运算 但是 在2022年3月16日 遭到了央视的点名 所以2022年不能胜利 在2022年4月1日后 拍币将在2022年中上线交易所 拍币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阅读 1990 区块链的数据 区块链拍币 能值钱吗 没有价值美国 货币是三个美国人发明的 看着并不是美国贤币 而是一种虚拟货币 物币是PNF国的代币 有名拍币 拍币援州币 有音讯称它能兑换成群众币 这是不能的 拍币属于虚拟货币 国度不会支持将它终止兑换 拍币 拍币 一经名字就让人觉得不友好 跟P比同一 但是又有人称之为拍币 是援州率的那个拍 拍币 拍币的操玩手还是有点聪明 重虚拟货币 博士国度的前提 拍币是美国斯坦福大学 博士团队这个大学世界排名第二 开拓的社交裂变的挖矿 比特币往常的挖矿 利息庞大 曾经不是以绝大局部人参与了 开创人在2009年做了一款社交运用 人数抵达2000多万 世界最大的社交公司脸书 微信的左宗称这个运用是病毒式社交的模范 开创人由此取得了脸书的创新基金奖 拍币究竟怎样样 是骗局 拍币的数字货币 有不少人在置办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互联网传销 打着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等概念的口号末尾合法吸金 诈骗投资人的钱 中毒深 还是没有苏醒 拍币的诱惑真是太大 大唐币 五行币 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 不知道坑开了几个 投资人的钱血本不归 往常傻子真是钱多 周围投资 可是要知道 钱一旦投进就 只能成为韭菜 打着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概念招有供片的数字货币不少 一波又一波 基本消弭不完 心形传销考路太深 为了圈钱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最大水平的把数字币做得似乎很有价值 多宝一般 一般人受不了庞大的高爆 就莫为尽了 币圈的人都知道 数字货币不是大一大一那么准大 也不是谁想玩就能玩准的 外面套路实在太深 白币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币种 刚刚走红 当然会使用各种变质 迷惘人心 进而取得币圈投资人的疑心和支持 但是 币币这样宣扬自己 PiNetwork是由斯坦福大学一批博士守业者 新推出的一个智能手机区块链供链项目 目前生动用户数抵达100万人 涵盖175个国度 目前手机可以零利息收费挖矿 既然收费就不可错过这次机遇 万一币币成为下一个比特币 多好的宣扬语 殊不知 面前隐藏着令人言而无信的合法骗局和金融诈骗 PiB也以挖矿为绝金方式 相似比特币 需求挖矿 然后挂到买卖平台下去出售 有矿工宣称 自己的5万PiB卖了30万元群众币 但是PiB要想快速挖到 需求不时拉人头 有肯定门槛 假定 低到不拉人人头 是很难玩钱的 PiB的玩法当然也是有套路 需求研讨透彻 才敢知道从哪里入手 做生意 很多人都会杀熟 先从熟人开端 传销就是这样的特征 专骗自己 他人一般不冗杂置信 骗子很稀有手 但熟人却不一样 冗杂置信 更冗杂跟着做 就这样稀里懵懂的跟着上车了 雨仙 才知道本人受骗了 但为时已晚 依据一位玩家的眼线 想玩团币 首先需求约行马注册 注册之后 往内音讯 太顿挖矿 挖矿集是依据拉人头的数量计算 三里高 挖矿速度快 挖的却越多 拍到底有没有价值 拍币目前是有价值 但没有价钱 不值钱 收费的东西无价值 有价钱的东西不代表对美团体都有价值 价值和价钱并无刚性关联 价钱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所以以后没有价钱的东西 不代表没有价值 但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代表有价钱 有些有价值的东西 大约勇士也无法被表现出价钱 拓展资料 借着比特币 狗狗币的造型神话 各种名手腕数字货币 可谓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一种号称可以用手机挖币的派币 还最近在冤家圈火了起来 微博 微信冤家圈周围可见派币拉人头的消息 手机变口挖矿 这样的区块链技术能否可以完成呢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主流挖矿项目需求消耗少量分离 并想象复杂的算法才敢完成加密平安的手段 靠手机挖矿难以完成 投资者要警觉虚拟币项目方使用防止模型 蹭压着推荐 虚警觉被砸盘 被割韭菜的风景 甚至购入合法集资圈套 或被侵犯隐私 中国通讯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 轮值主席于嘉宁提示投资 少数批着区块链外移的诈骗行为 会在早期给用户设定十分低的门槛 操作简单 第一收费资金门槛 并经过拉人头奖励方式和少量宣扬 为项目提升恶毒 一开端项目方实质上是为了 树立一个多极分销的诊息 等到了第二阶段 项目方公布该虚拟币可以转账或买卖 具有资金凝滞的能够 就在找机遇 少量兜售比利币 投资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于嘉宁总结了投资者壁垒的四大方法 一是警觉无风险 高报答的区块链项目 加密资产的价格暴涨暴涨率次 气氛币在极端状况下能够规理 二是避开靠拉人头 多层级反用方式变现的项目 这类传销是营销风险极大 三是学会看DTA的开源次第 可在区块链阅读器上 查到其参数和运作方式 关于资产的发行量 凝制量 转账记载等局部准确应许 四是对采用场外买卖 或特定买卖所买卖的区块链项目 虚慎重识别 即能够价格被高度布置 且无法自在冲提 开软件真的能赔本吗 TA就是一个骗子 经过最新消息 TA网友提供的消息 TABAPP被手机银行 微信支付宝等软件 列为高危诈骗软件 能够形成财谱丧失和隐私邂逅 还以前能够有几种方式 一 借助主网上线的假力 连刀手都售手中的手码 经过卖账号或其他方式 价格会三六九点 但不发傻子会被忽悠接谈 二 经过TAB接受的流量 带去其他项目和韭菜 这样的行为曾经十分多了 之前也曝光过 由龙手体等自媒体经过 TA割责态 三 应用TA软件 决取团体消息 银行卡消息 通过发链接的方式 到底用户资产 勇士不要为本人的无知买单 想想每年有几人 由于消息激进 招致资产费号 你勇士不比他人更聪明 白币真的能暴涨吗 不能 目前处于挖矿阶段 无法呆滞 前期即使拍后台想呆滞 官方也不会支撑 易货商城只是生态树立的冰山一角 目前有很多盲手段线下生态建立项目 也有人在各种平台创立线上生态项目 但是拍生态远远不止这些 所谓生态不只是让老牌有用拍币易货 更主要的是通过生态建立提供的优质效率 让更多手中没有拍币的人 想要想用拍生态项目效率 由于手中没有拍币 那肯定要置办拍币才敢想用拍生态项目提供的效率 拍币的需求量不就有了 随着更多没有挖过拍币人的参与 拍币呆质量 呆质速度等都会下跌 拍币才会有价值 有了资金活动拍价值也会渐渐地表现进去 生态建立就是流通发生价值通过买卖量的累积 持拍币价格在一团体们都能够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坚定 这是一个很涌杂的进展 币的价格不会因某一次交易而被定肯定下去 这是需求时间来沉淀和检验的 想要把拍币活 币需求有空虚联系 不然拍币就只能是一串数字 数字货币的价格历来都不是某一团体说的算 而是由流通发明的价值来举一数字货币的价值 一 七块钱左右一斤吧 二 据管理员消息 DIB将在2022年初上线交易损 大概在2022年初 您会发现 拍币已经在交易损上市 即时 拍币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也可以转换为罚币进行变现 拍币虽然还没有上主网 但是它的用户数并不少 据官方称 拍币玩家3.2022年6月24日开始 义无将发放10万份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分两轮发放 每个消费红包金额为100元 四 拍的实际价值可能在120和150美元之间 自己的4万拍币卖了20万元人民币 总量最多50亿 拍币值非常少人民币 有名拍币拍币圆周币 拍币PIB 拍币核心团队 有两位斯坦福大学博士 和一位斯坦福大学NBA领导 共识就是有多少人 却5.175个国家 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 拍币在币圈持续火爆 175个国家参与 10年一轮回 10年前的比特币 现在的拍币 零投资 净派每天 六 Pinebook是由斯坦福大学 一批博士创业者 新推出的一个智能手机 区块链锋链效果 目前活跃用户数达到100万人 涵盖175个国家 目前手机可以零成本免费挖货 既然免费就不可错过这次机会 万一拍币成为下一个比特币 多好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 关于拍币最新消息 2022拍币 10月公告发布警察 如果还有其他点问 请继续关注比特币假设消息